我们可以时时刻刻保持无念 就是已经在修到 保持都无念的话 那个久了一段时间 波罗妙智慧就会产生 一定要一段时间 要时时刻刻保持 不要起心动念 有空闲 假如在日常生活 有空闲的时候 就可以做 就全部念头都不要 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生 这样保持一段时间 我们那个灵敏度就增加 灵敏度一增加以后 地悠感特别灵敏 所以那个来未来的事 也会有那一种征兆呈现 我们当然不是追求这个 可是它会自然而来 一灵敏了以后 你就感觉特别的强烈 所以有一些 这个老朋友老亲戚 或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些亲戚 会吃现的时候 它会让你先知道 而且有时候也很奇怪 你要吃门的时候 你的佛性会告诉你 今天不要吃门 吃去会有灾难 你不听的话 真的就遇到 那个都是波罗 妙智慧的呈现 我们当然不希望 走入那一些追求 不时宜 正道方面的 我们追求都是正道 那一些都是佛性的正确功能作用 我们还没有认识它 所以慢慢的 我们可以启发认识它